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鈴木部長 鈴木部長 请欢迎 李潤华国際連合経済社会担当事務次長 李副秘書長 負責聯合國經濟事務副部長 傅盟代表 國際電聯合國經濟事務副部長 還有青衣藝術大學教授村井陳建森 ICANN理事長 挪威負責本地事務和地區發展的部長 和Winschiff Leadership Panel的這個領導小組組長 還有這個歐盟理事會的秘書長 阿泰卡 以及坦桑尼亞高等法院的法官們 女神先生們 大家好 我非常榮幸的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IGF論壇 我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各個利益相關方 就這個互聯網相關的各種課題來進行討論 那麼這是我們日本第一次舉行這樣的會議 作為東奧國歡迎大家來到京都 同時我要感謝聯合國以及所有這個在過去的18年 給我們大力支持的所有的成員 在過去的30年呢 互聯網在世界上廣為普及 帶來了生活工作交流方式極大的變化 現在這個通過網絡提供跨越國境的各種 服務和內容 因此呢互聯網已經成為必可缺少的 這個日常生活也好 經濟社會也好 不可缺少的基礎設施 同時呢各種多樣的表現形式 各種的知識 世界各地的報導的自由接觸成為可能 這也是民主的基礎 在IG新論壇的直以來的18年中 出現了很多的創新 通過互聯網提供的服務的多樣性和創新 他們在不斷地改進和提高 我們相信呢 這個論壇呢 將深度討論這些重要的原則開放民主包容 因此呢這個會議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在討論這些不大變化互聯網的同時 這些基本的理念 我覺得我們都是來自世界不同的地方 那麼的多立相關方 在平等的面上進行討論是非常有用的 那麼這種討論關係到我們自由賦予和民主的未來 我相信這個在京都的會議是面向未來的 那麼我們日本作為東道國 也希望為此做出巨大的貢獻 那麼 當有技術設施的時候才能充分享受互聯網帶來的好處 尤其所有的人必須能夠進入享受技術設施 那麼雖然高質量低廉的上伏 已經被試鑽很多人所享受 但是確實還有很多人根本不能利用互聯網 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到如何開發和普及 以及將來進一步提高我們的技術創新 來打造更加高水平的網絡 當然我們不能無視互聯網帶來的負面的影響 來這個湊信息 傳播這個湊信息 非法的誤導的信息 那麼比如說這個網絡啊 這個欺詐呀 網絡犯罪呀 網絡攻擊呀 所有這些給現代社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要齊心顯力加以解決 我們在討論這個主題 我們所需要的 我們想要的互聯網 希望沒有人能調隊 每個人都能帶來互聯網帶來的好處 那麼我希望就這些重要的問題 大家進行富有成效的討論 最後 那麼 京都啊 它是在過去的幾百年 作為日本的中心一直繁榮 這是具有豐富歷史和傳統的城市 我希望大家在任何討論的同時 在休閒或者是聚會結束以後 能夠去到京都享受日本的文化飲食和傳統 我想我就講到這裡 這是我的開幕詞 謝謝 Next I would like to ask Vero Irova 她是歐盟這個透明度和價值觀的副主席 現在請她來發言 Dear Minister 部長 各位IGF成員 各位議會者 女士們先生們 感謝 就是在這個 Suzuki 部長發言之後 我非常榮幸能夠接著講 我們非常高興齊聚美麗的京都 它是一方面有豐富歷史的過去 同時也有美好的未來這樣一個結合的獨特的城市 因此我想我們考慮到今天互聯網也必須朝著同的目標 當Web問世的時候 他們創始人希望它是一個開放的包容的 轉播指示 平等的消除障礙的 帶來自由的這樣一些 這是我們創始人的初衷 但是呢 實際的情況備非容辭 那麼現在是有各種治理的模式 那麼政府處於中心 而且信息的交流也有很多的障礙和障礙 互聯網呢 我覺得其實呢 也起到一種妨礙的作用 而且分裂人民 妨礙信息的傳播 減少了大家對治理體系的信心 那麼AI的倍增給我們快速的發展 不光是帶來了人來發展的機會 同時也帶來很多的風險 所以我們需要很快的採取行動 加以應對 那麼京都呢 我們的京都必須加強 鞏固我們多利相關方的這種豐富的傳統 同時也要面向未來消除我們的風險 現在呢 必須確保它是開放的 可觸及的 而且是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和尊嚴 這不光是意識形態或者是封鎖的這種思想 那麼我們必須21世紀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 我想這是2022年4月份已經80個國家簽署的 未來這個互聯網這個宣言的主要內容 我要敦促所有的各方 那些沒有簽署這個文件的 大家積極的來簽署 同時我們也高度賬上聯合國憲章所發起的 簽署全球數字契約的倡議 而且我很高興在Suzuki部長的領導下呢 我們同意正式的啟動 有關這個深層社AI這個制定國際指導原則的磋商 那麼在各方的參與下 我們也最後這個將最終 今年由這個G7首腦所通過的行為準則 那麼所有相關方呢 將會邀請簽署這個重要的文件 我覺得這是確保安全 而且是監管和溝通橋樑的重的基礎 歐盟現在正在落實AI的法律 確保呢我們這個管制有法律的基礎 女生們 先生們 將有大量的公民會參加這個民主的選舉 他們有權利做出知情的決定 還不會通過欺騙 尤其是外國干涉他們選擇的權利 所以呢根據這個數字服務和這個法律呢 確保我們一方面保護言論自由 同時呢要確保一種安全和公平的線上的環境 我們聯合國呢這方面發起了這種討論 她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覺得她應該成為全球數字契約一個重要的內容 真朋友們女生們先生們 我們不能夠低估我們未來的挑戰 但是呢有時候回顧未來 我們可以展望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展望未來 我想這就是我的幹人的歌手 那麼我相信我們可以從今年的會議 京都的會議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 謝謝 德韋馬亭 他是 本來是國際電量的秘書長發言 但是呢可能順序要換一下 因為他有下場會 所以我現在請 阿布朱拉阿沙拉哈沙特的部長 阿沙拉哈部長請 尊敬的部長 阿沙拉哈部各位嘉賓 當今世界有很多激化和分散 無論是在真實世界和素質世界中 在傳統的經濟下 那麼國際貿易和碎片化 那麼國際貿易和碎片化 給我們帶來7.4萬 也就是7%GDP的損失 那麼這就意味著 就是一億工作機會的上市 那麼這對我們實現這個淨零排放 這個的損失以及意味著3.5萬億美元的資金的缺口 那麼隨著生成式的AI 隨著它的發展 可能是這個正十倍或者負十倍這樣的可能性 看我們做什麼樣的選擇 我們必須確保互聯網能夠賦能我們 我們可能看到情況 比如說像這個素質貿易 這個貿易的惡化 因為50%又不能上網 但是錯誤信息 虛假信息也會帶來800億美元的損失 而且呢這種影響可以妨礙我們填補速度鴻溝的努力 所以作為這個2023IGF論壇 包括這個2024G的舉行的會議是我們建議啊 一起來合作 來搞一個這樣的互聯網這個平等的包容 創新的 而且涉及到利益多方的大家合作的一種架構 我們不能讓一個人掉隊 那26億人沒有上網 所以呢我們非常高興跟國際電盟進行合作 這樣2030年所有人能夠上網 而且呢我們在2022年一起搞了一個研究 也就是說除非我們搞一個這種新的這個模式的話 我們就不能夠順利的完成我們的工作 所以呢我們一起所有的利益相關方來就是無論是從這個天空還是海上完全的實現網絡的覆蓋 我們一方面要創新還需要監管 所以我們搞一個這樣的指導原則 也就是說呢發起了叫Gaia這樣一個沙盒的這樣一個措施 我們邀請來自50個國家的50個這樣的創新公司 而且呢花了兩億這個美元來搞討論這樣的問題 而且這種治理的架構必須是深陷於這種多方這樣的利益相關方的架構 我們2020年的時候我們邀請了政府企業的領導人 而且那年我們做出成的就是花5萬億的美元來保障我們的經濟 二十萬兩百億的美元來推動這個疫苗的發展 而且呢我們也加大投資的力度來促進這種這個自由的熟悉的這個信息的流動 所以呢我想呢邀請大家參加這個活動 我想我們確保通過這個年會我們必須開啟我們的對話 而且呢我們必須要打造一個我們所需要的互聯網赴農所有的人 我們邀請大家搞一個一致的產生影響的行動 那麼真誠地邀請大家參加2024年在利亞德舉行的IGF2024年會 謝謝 謝謝 Next I'd like to ask Ms. Doreen Doreen Martin 國際電影聯秘書長發言 馬丁女士 馬丁女士 閣下們 尊敬的部長們 女士們 先生們 我非常榮幸 作為IGF長期的支持者 我非常榮幸作為國際電影聯的秘書長 第一次向大家發言感到非常的榮幸 我要感謝日本政府主持這個會議 而且呢感謝他非常重視在這個廣島G7國峰會上重視這個問題 那麼電聯在這個會議上呢 我們作為數字技術的合作夥伴 為部長期會議做出了貢獻 那麼數字經濟無論是在G7到G20 一直到77國 一直到上個月聯合國大會上都佔據了中心的位置 世界呢正在轉向數字的轉型來應對這些最有緊迫的世界挑戰 用一個數據就能夠說得非常的清楚 持發目標能夠直接從這些技術中受益的這個比例 我們ITEU把它放在了70% 這就是我們SDG數字加速器議程的主要的我們達出的這個結論 就是在這個聯合國高級別州的這個之前 我們跟UNDP一起開的一個會上得出的結果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15%的SDG現在是我們進展順利 我們要確保如果說AI它如果說真正能夠用好的話 它是可以帶來加速或是乘數效應的 但最終成果還是要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把這些技術 適用於所有的地方的所有人 剛才我們聽到沙特的大臣聽到 他說我們現在還有26億人沒有上網 太多的國家太多的婦女太多的脆弱的人群 他們沒有享受到數字紅利 更不要說還有很多的這個基礎設施都很薄弱 而就只有一部分人從現在最新的AI的發展中收益 我們是不是真的就想要這樣的一個數據的世界 數字的世界 我們可以扭轉局勢 可以齊心協力來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VSIS就特別的重要了 VSIS它怎麼做了呢 我們是通過一個多利益相關方的這種方式來呈現 我們來主導數據方面的發展 其實當時2000年初提出的時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而IGF也因此而誕生 我們是一個多利益相關方參與的一個進程 來討論全球數字治理的問題 而另外的一個呢 它是更多的是關注這個就是自下而上的這樣的一種討論 而VSIS它的這些各種進程都是相互聯繫的 我們的Action Line和SDG也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明年將召開未來峰會 我覺得我們是迎來了一代人才有一次的機會 讓我們來主導打造一個我們期待的這樣的一個數字的未來 能夠為我們所有人赴能 我期待著我們關於GDC的討論 全球數據契約的這種討論呢 能夠從VSIS的IGF的討論當中受益 我們的這個審議能夠讓我們去盤點現在的進展 看看有哪些缺口 然後在為2030前的工作都做好規劃 在第一次IGF06年召開的時候 其中的一位嘉賓呢就把互聯網比喻為一個孩子 這個孩子呢可能會變得非常快 而現在互聯網它已經成長成為人類最具有 就是最有利的一個資源了 你說先生們 我們來彌合這個鴻溝 讓SGG能夠重新全速前進 讓我們一起來撰寫互聯網的下一個發展的篇章 讓我們進行協力 共同施力 現在就行動打造一個我們想要的互聯網 謝謝 非常感謝 下面我想要邀請 慶應藝術大學 媒體與治理研究生院院長 村景淳教授發言 有請 尊敬的各位來賓 女士們先生們 歡迎來到京都的年會 2023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對於我們國家而言 對於我們互聯網界來講都是 我們今年呢 IGF是春天就召開了 還有APNIC的會議呢 今年也召開 而且今年還召開了 IGF的會議 我也非常榮幸 今年能夠歡迎這麼多的來賓 共同來討論互聯網的未來 以及相關的一些問題 說到2023年 我能夠想到的就是 互聯網過去30年的這個發展 或者說是20年30年吧 過去的20到30年 它發展的非常的快 我們一開始 致力於發展互聯網的人還很少 在那會呢 我們就說 互聯網是為了我們 我們開發互聯網呢 是為了互聯網界的人開發的 當時我還記得 Vint跟我 我們就開始討論 就是1995年 我們就在說 互聯網應該是為了所有人 後來呢 即使是到2000年的時候 互聯網它也就是上網的人只有6% 現在達到70%了 我們現在要繼續努力 實現它的普遍的覆蓋 講到這段歷史 我還想加入日本的觀點 95年的時候 我們當時經歷了一次大的地震 就在這個地區 關西地區 當時老百姓就認識到了 互聯網還有國際合作的力量 它能夠幫助拯救生命 災後重建 後來95年 其實它就應該說是 我們國家互聯網發展的元年 從那以後呢 我們又經歷了幾次大的地震 每一次 比如說2011年 當時我們已經有智能手機了 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因為有這個定位的信息嘛 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在過去三年 我們經歷了新冠大流行 這樣老百姓才真正的理解了 視頻開會 視頻學習這些的重要性 現在這個數字化的這個是在加速 我覺得百姓也是更快的認識到了 互聯網基礎設施的益處和重要性 我們討論了很多AI和其他新的技術 跟互聯網相關的這些新技術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 不管 我們在什麼時候開發出了新的先進的技術可以用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如何來合理的用 還有它的使用者 我們要共同努力確保網絡安全 這樣就不會導致這些技術的濫用 要把互聯網的技術用好 我們還要確保它使用的是合乎道 它的使用是合乎道德的 我希望呢 現在我們多立像官方齐聚一堂 我們能夠抓住這個機會 討論互聯網治理的未來 希望京都的年會 也可以成為未來 合乎道德的使用 互聯網環境的一個原念 謝謝 謝謝 接下來 想要邀請 Trip T. Sina 女士 ICAN 董事會主席發言 新哈女士有請 各位部長 各位閣下 尊敬的各位同事 女士們先生們 下午好 非常榮幸今天能夠來參加 第十八屆互聯網治理大會 來到美麗的日本京都 互聯網是歷史上最具創新性的 這樣的一個發明 根本上的改變了我們溝通 工作和互聯的方式 現在我們全球有超過五十億人在上網 共八十億人嘛 我們現在的連接是前所未有的 新冠疫情更加彰顯了在當代互聯網的重要性 成為了我們的生命的命脈 讓我們能夠獲取信息 接受教育 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在危機的時候彼此互聯 根本上來講 互聯網現在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資產 能夠上網 這是最基本的人權 我們在這兒是在討論如何打造一個我們想要的互聯網 為所有人付權 我們有來自不同的背景和文化 我們最終希望能夠有一個普遍的一個互聯網 這樣它是開放的可及的包容的 最終為所有人的人付權 現在我們來回顧一下歷史 我們都知道未來是鑒於我們過去的這樣的經驗教訓的 所以說我想要讓大家遵循以下的這些重要的原則 就包括 標準 開放的架構 互操作性 我還想要加兩點 就是要有開放的心態 還要有幻想力 這些原則呢 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打造了現在的互聯網 帶來的這麼大的變革 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下面呢 我想要分享幾點我的見解 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互聯網 數字的包容性 不管我們是來自什麼樣的背景文化 或來自什麼地方 什麼樣的社會經濟背景 我們都能夠使用互聯網 現在我們要讓 新興的這樣的經濟能夠發展 能夠提高教育 能夠促進經濟的增長 儘管很多地方都能上網 但全球還有大量的人沒有上網 上不了網 就影響了他們的獲取教育 服務 醫療 還有經濟的機會 提高互聯網的可擊性 它不僅僅是要求我們打造基礎設施 同時還要提高可負擔性 數據素養 以及當地的這些內容 政府 還有民間社會 私人部門大家都要共同合作 讓所有的人不管來自什麼樣的背景和文化 都能夠從中受益 我們必須要倡導 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能夠參與進來 互聯網它應該是一個 百花爭鳴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大家要來自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的人 都能夠積極地參與 這樣才能夠反映出我們的這種多面性 互聯網的治理 互聯網的治理 它是從全球的多利益相關方的這樣的方式上 脫胎而來的 它能夠幫助我們去應對當前的挑戰 這樣的一種模型 能夠讓來自不同部門的人 大家能夠一起來對話 分享見解 共同來驅動 基於共識的決策 這樣的一種包容性和民主性的這種多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呢 也打造了這樣的一個自願標準最佳實踐合作和實踐的這樣的一個體系 而我們也是基於這樣的一種模型 我們強調透明度包容性參與 以及分享大家的專業的見解 我們要提高安全和透明度 現在信任尤其重要 我們呢就是要承諾 要打造一個開放安全和可靠的有韧性的這樣的一個互聯網 這樣能夠打造一個更加安全用戶友好的這樣的互聯網 我們要更好地利用好這樣的一個模型 這非常的重要 我們可以看到就要求我們要 大家都要來做一些調整 還不僅僅是技術的人員 政策制定者以及產學員 大家都需要參與進來 我們必須要確保能夠實現共同的目標 打造我們共同想要的這樣的未來 要有一個統一的這樣的目標 讓互聯網能夠成為催化器 能夠實現一個更加光明更加互聯的這樣的一個未來 最後呢我想要講一講這些新的一些技術 過去一年我們看到了技術的迅速的成長 它肯定會提升互聯網的發展 我們現在呢看到了AI的這樣的一個快速的發展 包括量子技術還有信通的技術 它會重新重塑我們的 重新定義我們的數字的未來 AI的這個潛能是不能可否認的 我們要去認真的去審視它如何會改變我們 但我們一定要去認識它可能會帶來的影響 量子的技術同樣也是快要到發展的快速發展的臨界點了 而這些技術呢它可以促進改變它的影響力 也要需要這種互聯網來幫助實現 我們要共同努力來打造一個更加好的一個數據的未來 讓互聯網能夠給我們帶來靈感創造力和繁榮 最後呢我想要衷心的感謝IGF的秘書處 以及我們的東道國政府 感謝在座的各位的參與和貢獻 這對於我們論壇的成功至關重要 讓我們大家共同合作 用開放的心態一起去想像去打造我們想要的互聯網 為所有人造福的富能的互聯網 非常感謝 下面有請 挪威地方政府和區域發展部長 Jules Week 先生發言 各位部長 各位各社 各位議員 曾經的各位來賓 女士們先生們 首先要感謝日本政府召開此次重要的論壇 邀請我們來到這個美麗的 充滿歷史底蘊的新度 用日語表示感謝 IGF 強烈地在呼籲我們要打造一個開放 包容 可及的互聯網 從第一屆論壇開始 06年就一直是在呼籲 打造了一個平臺 讓來自不同的地區的利益相關方共同合作 主導 塑造一個我們想要的互聯網 為所有人富能的互聯網 而這也是我們這個東道國提出的一個非常切實的這樣的一個全面的這樣的一個主題 互聯網的這個影響力啊 當前應該是比任何時候都要大 IGF 發揮了中心的作用 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一個平臺 讓政府 民間社會 學界 技術界和私人部門都能齊聚一堂共同來討論這個重要的議題 而我們的這個政府呢 也是支持要以這樣的一種方式來進行這樣的討論 我們認識到我們有必要繼續的來進行這樣的探討 解決我們共同的關切 作為這個具有戰略重要意義的領域不斷地增加其重要性 我們看到呢 在互聯網治理的領域呢 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倡議 挪威作為一個小國 我們對於包容帶來的悖論感到擔憂 那具有包容性的互聯網呢 讓每一方都能夠為塑造互聯網的未來做出貢獻 我們希望能夠做出我們的貢獻 繼續確保IGF作為一個匯聚的場所 讓各個利益相關方呢 能夠團結在一起 這就是為什麼挪威在今年早些時候呢 提出要主辦2025年的IGF年會 小國的視角 對於多利益相關方的互聯網共治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我們看到在非洲和亞洲 互聯網用戶的數量大幅度地增加 該地區的增長當中的經濟體呢 他們無論是在公共部門還是私有部門當中呢 都有很大的潛力進一步的提升數字化 通過提供一個數字化技術發展的賦能的環境 挪威將繼續在雙邊和多邊的渠道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合作 並且與企業合作 引導更多的投資 投向發展中國家 由於構建就是在實施數字技術當中的構建基礎設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我們都知道數字化解決方案能夠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比方說能夠通過智能手機在戰爭期間呢 讓烏克蘭人民訪問80項以上的政府服務 這恰恰是因為烏克蘭政府做出了證物數字化的承諾 而且在戰爭期間烏克蘭政府用數字化來滿足公民的需求 再次向我們證明數字化技術在發展改革以及危機管控當中能夠發揮的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我們要有數字化的系統 另外一方面也要確保政府部門確保相應的技術能力 這樣能夠讓他們的人民在正確的時間 正確的地點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幫助 那現在大家圍繞著新興的技術進行了很多的討論 比方說人工智能 這些討論也向我們揭示技術的發展並不是沒有風險的 有見於此 對於挪威政府來說 我們的一個重中之重就是要制定監管規則來確保技術上的創新以及技術上的發展 是以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來推進的 要尊重人權和隱私保護 挪威的立場是清晰的 人權不僅在物理世界當中 而且在網絡世界當中都是實實在在的 為了進步地增加互聯網治理當中的多立相關方的工作思路 我們必須要不斷地恪守非歧視原則 無論國籍 種族 民族 性別 或者是經濟地位如何 都要一視同仁 簡而言之 互聯網應該是一個讓個人能夠行使其公民 經濟 社會 政治和文化權利的場所 挪威仍然致力於保護和增進在數字化世界的這些權力的實現 所以我們要讓IGF具備更加重要的意義 能夠推動各國之間進行先進經驗的共享 讓各國能夠圍繞著最低的監管標準達成一致 所有的聯合國成員國都支持在網絡空間的負責任國家行為的框架 有見於此 我們也應當繼續恪守國際準則 包括在網絡空間的已有的國際法 可持續發展是挪威的另外一個重中之重 我們需要找到具有創新性的解決方案 來減少我們的活動對於環境產生的影響 而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它也是一種基礎設施 所以數字化的基礎設施也要實現減排 同時促進社會上各行各業的減排 與此同時 IGF也能夠促成對話 來更多的討論數字化的技術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 解決更加寬廣的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挑戰 這些思路包括用技術來減緩氣候變化 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農業以及智慧城市 通過共享經驗和創新性的解決方案 我們能夠彼此激勵 彼此賦能把技術作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工具 用技術來打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造福於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在這也邀請在座的每一個人和我們一起來進一步的增強IGF機制 我相信我們能夠在挪威2025年IGF年會上再次見到在座的每一個人 那我們將一起攜手努力進一步的增強IGF的多樣性和合作協作 而因為這對於打造一個生機勃勃的數字生態系統來說呢 具有重要的意義 謝謝 下一位發言人 我想請Vint Cerf IGF 領導小組主席發言 請Vint Cerf發言 我又到臺上來講話了 首先我非常高興啊 能夠再次回到美麗的京都 有著悠久的歷史 而且我們在京都的討論也會在這樣的一個美麗的地方受到進一步的計劃 再次感謝我們的東道國 日本對我們的熱情款待 以及精心的主辦了2023年IGF年會 我非常同意今天上午岸田首相的發言的很多部分 而且也是作為互聯網這裡的領導力小組的主席 我也期待著我們召開卓有成效的會議 我們在昨天的會議已經很有成效了 我們的會議第一天不叫第一天 叫第零天 零天指的就是昨天 我們的領導力小組的成員也會參加 已經參加也會參加這次年會期間的很多的場次 此前我們在IGF的框架之下 歷年已經一共參加了三百多場會 今年有三百多場分會 我們不可能三百多場每一場都到位 但是我們盡可能的多去吧 我們在這就是要進一步的去激發IGF的討論 我希望你們各位 我們的政治著見 你們的政治著見 將能夠讓其他的機構圍繞著互聯網這裡做出更加明智的決策 來優化互聯網的運行 我們也非常讚賞多利相關方工作組 每年和秘書處呢 一起來主辦年會在這兒呢 我也想 感謝Paul的Michelle他的出色的工作 大家能不能一起鼓掌 感謝Paul Michel的優秀的工作 我們懷著極大的興趣 在和盧瓦達瑞典方面的發起方一起共同的推進全球數字契約的進展 那麼這項圍繞著全球數字契約的重展呢 在2024年會進一步的加速 現在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呢 都在推進 那麼全球數字契約呢 對於我們的未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們也期待著明年的未來峰會 以及明年的未來峰會會做出的決議 因為明年的未來峰會做出的決議呢 也會為我們指明如何要為互聯網 以及為解決很多的挑戰 包括全球變暖的挑戰呢 來指明道路 來指明我們接下來幾年的工作的方向和任務 我也作為領導力小組的議員 我也希望無論是多立相關方工作組 還是其他的IGF的參與方 我也希望圍繞著我們想要的互聯網來進行更多的思考 但是呢 我們不能夠止步於此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我們想要什麼樣的互聯網 但是我們也要去討論用什麼樣的方法 才能夠打造這樣的一種互聯網 所以從IGF的角度來說呢 我們要更多的去思考 我們要如何去實現 我們圍繞著心目當中的互聯網來設定的目標 目標是已經有了 我們講了我們想要的互聯網 已經有了一個文件 而且呢 我認為這個表述也是非常準確的 但是現在問題不是沒有目標 而是我們要專注於我們如何來實現這樣的目標 所以我也是期待著明年我們在利雅德的年會和接下來的年會 有人認為不應該叫我們想要的互聯網 而是我們值得擁有的互聯網 我覺得只要我們能夠打造一個我們想要的互聯網 那肯定是一個我們值得擁有的互聯網 而且呢 我們必須對於互聯網帶來的強大的連接能力 與之相關的風險呢 保持警覺 因為這樣的一種連接呢 也使得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呢 能夠得到快速傳播 在傳播很多正確信息的同時 在做很多好事的同時 也會有這樣的風險和危害 所以呢 我們也必須要實時警惕 來對於這類的信息呢 加以應對 也就是說我們要建立更加強有力的問責制 責任制 讓有關的機制機構呢 來確保網絡的安全 在保持順暢連接的同時呢 確保安全 領導力小組呢 也期待著在本週當中呢 以及在今年剩下的一年當中 和大家更多的交流 除了我們的全球年會之外呢 IGF 的地區和國家級別的年會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能夠讓互聯網呢 不僅去創造一個富有創造力的環境 同時管控其風險 所以我想做到這一點呢 我們要不光要把我們的全球年會 還要把各種各樣的地區 IGF 和國別的會議的發言和經驗呢 都匯聚在一起 希望這週呢 我們繼續秉承多利益相關方的這樣的一個思路 為 IGF 的發展呢 做出更大的貢獻 謝謝 接下來 我想請歐委會 歐洲委員會副秘書長 ビヨン・ バーグ先生發言 有請 ビヨン・ バーグ副秘書長 各位部長 各位閣下 各位尊敬的來賓 今天到會的有一些人可能不太記得互聯網誕生之前的世界是什麼樣了 當時到處有電話亭 有那個厚厚的電話號碼簿 而且呢 那個時候呢 我們要等郵遞員把信件送到自己的家裡 那現在啊 在線世界的開啟高速的連接 改變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甚至改變了我們作為人本身 現代化生活的很大的一部分 如果有朝一日互聯網停止工作的話呢 都會限於停滯 互聯網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具有轉型意義的發明 所以我非常高興能夠在Windsurf講完之後給我發言的機會 Windsurf是一位先驅者 他是互聯網之父 他發明了IP互聯網協議 奠定了今天互聯網發展的基礎 歐洲委員會是一個國際組織 有46個成員國 我們很早就認識到了數字化世界能夠帶來的機遇和風險 早在1996年 我們就啟動了談判的進程 奠定了網絡犯罪 布達佩斯公約的基礎 今天48個國家已經加入了布達佩斯公約 有100個國家已經參照布達佩斯公約進行了相應的國內的立法 幫助這些國家來打擊在線網絡犯罪 那麼這個條約是在歐洲誕生的 但是現在已經向全世界開放了 而且它還有兩個意定書 一個是打擊在線的種族主義和仇恨外國人 第二個意定書是關於如何處理雲端獲取的證據 布達佩斯公約告訴我們多利相關工作方法的重要性 當我們要對數字化世界進行監管的時候 而公共主管部門 包括整個公民社會 還有私營部名就是企業界 還有技術上的專業組織呢 都要在這個事業當中團結起來 因為我們需要各方的經驗 我們有賴於所有各方的經驗 我也知道IGF互聯網治理論壇採用的就是這種包容性的思路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不遺餘力的支持IGF 從IGF成立之初到現在 從世界信息社會峰會開始到現在 世界信息社會峰會20年前召開的 我們一直支持IGF 技術的進步也是意味著我們總是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無論是對於政府來說 而且對於其他的利益相關方來說 來幫助我們設立相關的標準 所以讓創新始終能夠向善 能夠去造福於所有的人 人工智能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恰當的例子 我們要駕馭人工智能帶來的收益 同時減緩它的威脅 這對於我們今天所有的人來說都是一個艱巨的挑戰 這就是為什麼歐洲委員會現在正在打造一部國際條約 就設計 開發和使用AI系統 制定國際條約 現在正在進行談判 這既包括歐洲委員會的46個成員國 也包括我們的觀察員國 以及包括歐洲以外的國家都參與到其中 還有多個國際組織也參與進來 也有企業界 還有專家 還有其他方面的參與 所以我們現在在擬議這個條約的過程 也是一個多利益相關方向的過程 我們是直開放態度的 我們也是歡迎其他人 其他方面來參加進來 和我們分享你們的目標和價值觀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要讓這個國際條約 盡可能的強大 盡可能具有相關性 盡可能具有全球性 我衷心地希望 我們圍繞著這個條約的談判 能夠到2024年5月收尾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最後 我也想衷心感謝日本東道主的精心的安排和IGF秘書處主辦這次重要的會議 所以日本以創新著名 在日本這個國家 我們在日本來討論 我們如何來確保互聯網保持自由 開放和全球性 是一個再恰當不過的地點 感謝 各位的聆聽 非常感謝 謝謝 尊敬的部長們 尊敬的議員們 尊敬的代表們 女士們先生們 想像一下 在一個遙遠的地方舉行一場會議 或者是在外空 但是外空又太遠了 你呢 提名自己參會 你見到了非常棒的人 非常友好 非常棒 但是幾分鐘以後 你意識到你不一樣 你看起來和思考的方式跟他們不一樣 而且呢 而且呢 有數千 五千個 九千個這樣的議會者 你怎麼辦呢 這就是我現在的感覺 因為 我是 我是唯一一個法官 議會的法官 所以呢 你知道 去一個陌生的地方開會 是感覺不舒服的 我意識到 但是我意識到 你們正在做一個 會影響到全世界的一個重要的進程 你們正在打造 但是呢 我想代表全世界的法官和法院體系來分享我的想法 以及跟我們的 以及跟我們的監察系統 以及跟我們進行啊 就是檢察官 以及跟我們的監察系統 監察官來分享我的觀點 密書處邀請 我 要求來 邀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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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邀請我 邀請我來 邀請我來看會的時候 碰到一些問題 因为他们发现 我是第一位 愿意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说的 法官 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安排我 所以他们把我放到 议员轨道上 所以我昨天 跟议员一起发言 感觉我自己像司法部部长 因为在很多 这个 就是 在我们这个系统呢 这个 就是这个 很像一个法官或者是一个司法部长 他们跟成员 跟这个议员完全是不一样的轨道 那么昨天呢 有一位南非的 议会代表 他说呢 如果你要 你走得很快 但是你就成一个人了 所以呢 一定要协调 一定要合作 所以呢 去 明年 如果我再次得到邀请 参加 这个非常棒的会议 我相信 我相信 我不会感到 孤独 因为 确实 我发现 与会的人 没有像我这样思考的人 没有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为什么这样的进程中需要法官呢 首先 这个立法的程序始于 这个终于 司法系统 也就是说 你智库啊 这些其他的机构讨论的时候呢 只是在理论上的 一直到 这个司法体系接受 并把它变成法律 所以呢 你们 这个进程 可能失败了 原因就是因为 一个最后要做出决定的法官 涉及的有关互联网治理的法官 他 几分钟 就删掉了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因为他不懂 所以呢 法官 他不会承认自己不懂 不会承认自己犯错 所以呢 不要让我们自己 不要让法官去犯错 所以呢 要呼吁呢 这个密书处 IGF密书处 专门为司法部门 搞一个轨道 搞一个渠道 因为大家讨论的事情 是很有意义的 会产生影响的 它涉及到互联网自由 保护儿童 涉及到信息的自由 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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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3.0 所以这些 就是涉及到 数字世界的法治 这样重的问题 所以呢 是非洲 Kilimanjaro 这个非洲最高峰 就在坦桑尼亚 所以你记不住 等桑尼亚 那么 计罪点就够了 那今天我想祈祷 也就是说 邀请贵国的法官 推动这个事情 因为贵国的法官 也是你们国家的 IGF的一部分 也是你们 IGF的一部分 所以呢 Kilimanjaro 这个 所在的法官 我是上了 这个科学大学 所以呢 我也参加过 这方面的技术论团 所以我是多少 是了解大家 所做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呢 我呼吁 就是呢 我觉得 IGF 确实 可以为我们的人类 进步 做出很大的贡献 所以呢 我要特别感谢大家 尤其 感谢 这个日本政府 我原来在这 我原来在这接受过 职产权的培训 非常热情 所以呢 我 经常回到日本 是我的梦想 还有 Suzuki部长 还有这个 安田文雄 这个总理 见到他们 就好像 这个美梦成真一样 我要感谢所有的议会者 那么你们给了这个日本的机会 来展示日本美好的一面 美好的事情 谢谢 女士们先生们 好的 开场 开幕式开场白就结束 感谢 联合国 感谢日本政府 感谢 所有的这个 这个 与会方 感谢你们 非常 最成效的 交流 离场的时候 带大家自己的东西 然后呢 别忘了 把这个同船的 这个耳机 交付给门口的工作人员 今天晚上 音乐晚上呢 在Prince Hall 7点钟开始 所以呢 正好是在这个 会中心的对面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玩得开心 感谢大家的参加 谢谢 谢谢